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已正式启动N2晶片工艺2奈米级的大规模量产。 尽管该公司未就量产事宜,发表正式新闻稿, 但此前台积电曾多次表态,N2工艺会按计划于去年四季度进入量产阶段, 如今这一目标已顺利达成。 台积电官网的2奈米技术专体页面明确写道, 台积电2奈米制程,N2工艺节点已于2025年第四季度如期量产。 从效能提升,维度来看,相较于前代N3E工艺, N2工艺针对逻辑电路、未比电路与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S-RAM混合设计的晶片, 实现了三大核心突破。 同等功耗下,效能提升10%至15%, 同等效能下,功耗降低25%至30%, 电晶体密度提升15%。 而针对纯逻辑电路设计的晶片, 其电晶体密度较N3E工艺的提升幅度更是高达20%。 需要支出的是,台积电这里公布的晶片密度数据, 基于50%逻辑电路加30%静态随机存取, 记忆体加20%类比电路的混合设计方案测算。 另外,效能提升为同等运行速度下的对比数据, 功耗降低则为同等效能输出下的对比数据。 值得关注的是, N2工艺是台积电首款采用全环绕炸机的GAA奈米片电晶体的制程技术。 这种电晶体结构中, 炸机完全包裹由多层水平奈米片构成的导电勾道, 不仅优化了静电控制效果, 降低了漏电率, 还能在不牺牲效能与能效的前提下, 缩小电晶体体积, 最终实现电晶体密度的大幅提升。 此外,N2工艺还在供电网络中, 集成了超高效能金属聚员体金属电容器ShopMIM, 其电容密度达到上一代ShopMIM方案的两倍以上, 同时将薄层电阻RS与通孔电阻RC均降低50%, 有效提升了晶片的供电稳定性, 运行效能与综合能效。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去年10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曾表示N2工艺将按计划于四季度墨量产, 量率表现良好, 依托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HPC人工智慧应用的强劲需求, 他们预计2026年该工艺的产能将快速爬坡。 颇据看点的是, 台积电此次选择在台湾高雄Five22号晶圆厂, 率先启动2奈米晶片量产。 此前业界普遍预期, 量产工作会落死台湾新竹的Five20号晶圆厂, 该厂批临台积电全新的全球研发中心, 而N2系列制造技术正式在此研发完成。 据悉, 20号晶圆厂的2奈米量产计划或将稍晚启动。 需要指出的是, 台积电此次是在新建晶圆厂中推进N2工艺的产能踏坡, 这类投产工作往往存在一定技术难度。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台积电将在新建厂区同步推进智慧型手机晶片 与大尺寸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晶片的量产工作。 高效能运算虽然是一个范畴较广的概念, 但其应用场景涵盖游戏机系统及晶片、 摆置重型伺服器、中央处理器等各类产品, 这无疑将为量产工作增添更多复杂性。 通常而言, 台积电在新技术量产初期, 会优先选择行动装置终端及小型消费电子晶片进行产能踏坡。 两座具备2奈米量产能力的晶圆厂同步投产, 背后是台积电众多合作伙伴对这一先进工艺的强烈需求, 台积电此举正是为了满足各方的产能诉求。 此外, 自2026年底起, 这两座晶圆厂还将投产N2P工艺与16工艺, 前者是N2工艺的效能增强版本, 后者则是基于N2P工艺, 搭载超级供电轨SPR背级供电技术的衍生版本, 专门面向结构复杂的人工智慧与高效能运算处理器。 为这加补充到, 凭借持续迭代的技术升级策略, 他们还将推出N2工艺家族的延伸版本N2P。 该工艺在N2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效能与功耗表现,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布了搭载业界领先超级供电轨技术的A16工艺, 该工艺特别适用于训好路径复杂, 供电网络密集的高效能运算产品, 量产计划同样定于2026年下半年。 台积电2奈米, 智诚已按计划于第四季度投产之后。 台湾经济日报还指出, 由于2奈米粮率表现优于预期, 位于台中科学园区中科的1.4奈米, 新厂建设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据介绍, 中科新厂已于去年11月初启动机装工程, 预计在2027年底前完成风险性试产, 并于2028年正式投入量产。 目前, 其设备大楼的招标作业已经完成, 预计主体厂房工程的招标工作, 也将在近期陆续展开。 中科管理局此前透露, 台积电已确认, 该厂区将从原计划的2奈米, 转为1.4奈米, 甚至更先进制成。 该投资专案规模庞大, 计划兴建4座厂房及办公大楼, 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5兆新台币。 专案投产后, 初期年营业额预计将超过5000亿新台币。 供应链相关人士表示, 出于分散地缘风险的考虑, 市场对2奈米制成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加之南部科学园区沙伦基地的开发进度, 可能无法及时满足需求, 更先进的1奈米及制成, 未来也有可能提前在中科厂区部署。 另外,供应链消息指出,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新厂, 未来预计也将导入2奈米, 至1.6奈米的先进制成, 而更先进的1.4奈米制成将优先在台湾量产。 中科新厂量产后, 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AI及HPC晶片生产基地, 为客户在2奈米之外提供更先进的晶片选择。 总体来说, 截至目前, 中科园区已核准进驻的半导体相关厂商已达17家。 台中科学园区的整体表现也呈现增长态势, 去年营业额突破1.04兆新台币, 同比增长10.2%, 创下历年第三高。 去年前十个月, 累计营业额已达9118.85亿新台币, 其中, 机体电路产业营业额占比提升至82.6%。 台积电的1.4奈米, 制程扩展计划也持续带动供应链急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